你有没有想过,要来加拿大的话,你想去哪个城市呢? 温哥华、多伦多,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呢? 大家好,我是安嫂,很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安东丽,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因为最近香港有新的新的移民政策计划,大家开始看加拿大移民,做事会怎样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会很关注的是,去哪个城市? 但是,《救生艇屋》计划,我认为很多KOL都有提及过,我也不再累积这个移民政策了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我相信就是,香港的毕业生,加拿大申请这个Open Work Permit 至于去哪个城市呢? 我们想,通常香港人会选择的,最多就是温哥华和多人多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城市,现在香港人都会去,例如Winnipeg,Calgary,我看到很多香港人都会去 今天就想和大家讲一下,关于温哥华和多人多 这两个城市的比较 我们会从几个方面讲一下,温哥华和多人多 首先,气候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找食 找工作,做生意 当然,最后不少是生活上的节奏,包括两地的饮食 两地华人社区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是在Calgary或者Winnipeg的其他城市呢?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为何你当初会选择这些城市的生活呢? 我们将来搞一个Zoom的会议,会邀请到地产经纪,财务策划经纪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大家回楼和移民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做准备的 我们也开个Seminar,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行前的准备 最顶的留言,我就会放在连续里面 我首先问问你,当时你来的时候,你考虑得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你觉得,当然是找食 因为我现在叫拖家大口 我不吃的,两个小的都要吃 所以,找食我当然是一定要我先考虑的 当然,气候肯定也是其中一样 因为如果我们想在这边长期住的话 如果气候不合我们自己的风格 其实也很难会长久 所以,找食和气候是我当时的考虑很重要的两个 好,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先生的角度和太太的角度 在找食上我们是怎样选择的? 在找食上,当时我在未过来之前 已经开始密息这边的公司 因为我在香港以前是做酒店和商业地产的 当时我就开始找这边的工 发觉,我找到的工都是很多的 所以,当时在多伦多有很多机会 正常,因为多伦多始终是城市比较大 工作机会也有多些 尤其是酒店的 headquarters都在多伦多 所以,从打工的角度来说 的确是在多伦多的机会会多很多 是的,但当时我们最后想 既然都要移民了 就做过转变了 所以,后来我们也开始看溫哥华 在这边发现,因为华人的圈子比较大 如果我们说到人口 我们就知道,华人在溫哥华的人口 占百年十二十 整个、 directed vancouver的人口 占百年十二十 所以在这一边 比如说,想自己做生意 自己自雇 其实你本身这个圈子已很大 所以當時我們想,既然是移民,我們就做個轉變 我們不如自己做生意,或者自顧 為什麼後來有想過自顧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格拉的稅很高 如果你是打工,你一出糧沒了二十幾% 如果你人工高一點,就沒了三十幾% 我們就想自顧有很多東西可以扣稅 稅務上你的靈活性會高很多 所以最後我就想,既然移民,就做個轉變 不要說我們繼續回去打工 在我的角度來說,因為我當年已經在這裡工作過一年 我很清楚,在溫哥華來說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剛剛入行,或者是一個新移民 如果你打工的話,你可能會受比較多的挫折 而且你人工可能會比較矮 所以其實我來之前,我已經落定決心 我是絕對絕對不會再打工的 而且我在香港做的工作 可能很多新來的讀書的觀眾未知道 其實我在香港是做保險的 其實我是自由慣了,我有時間可以照顧我的家人 所以我就很正重地考慮了,我作為一個金融服務業的從業員 我的客戶是在哪裏 正常你會想,來到這裡有本地人,即是那些外國人 你也有很多華人 我自己覺得,我的競爭優勢就不是在於找一些外國人的客人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就算你英文都上算流利,可以正常跟客人溝通的話 其實你不知道他的文化,你是很難跟他有很多計談 所以我一早已經定了我的標準市場 就是我和我類似背景的一些華人 那我就想,究竟那些有錢的人都移民了去哪裏 他們會選擇哪一個城市 最後我是覺得溫哥華是比較適合我的 對我來說 那當然溫哥華還有一件好處 其實他為什麼有這麼多華人聚居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他是Asia Pacific的一個緩湖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如果回香港整個北美洲 飛行時間最短的就是溫哥華 所以這邊回香港和多倫多相差幾個小時的飛機 所以這邊的華人亦是特別多的 所以總結來說 其實多倫多的機會真的多於溫哥華 而且那個人工 我想都最少高10%至10% 即是同樣的一個職位 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 想去哪裏 哪裏的城市比較適合自己 如果你說做打工 其實多倫多的機會真的會多很多 始終跨國公司 很多大公司的Hack Quarter 都是多倫多的 但溫哥華是很適合 例如做一些小生意 或者自股 那樣東西 都是溫哥華的一件事 大家來加拿大都要知道 這面沒有遮遮 我都見過朋友 剛才邀請了遮遮 但多數人都沒有遮遮 當時我們兩個 兩個照顧兩個 如果時間上不是很穩定 其實都蠻辛苦的 所以這個當時是我們的考慮 時間上比較靈活 可以照顧家裏照顧小朋友 第二個因素是甚麼呢 當然是氣候 始終你長期居住 你要定居的話 你肯定考慮一下氣候 有些人是喜歡熱熱的 作為一個南方人 我很明白大家看到雪那種興奮 我很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第一年讀書 在多倫多那邊 十月份就已經落第一場雪了 我還很興奮地 拿著相機到處拍 當時的家庭媽媽 以為我鎖了 有甚麼好奇呢 因為她經常都見 你第一次見雪 而且當你整個漫長的冬天 都要對著雪 你又要剷雪 你又要出街的時候 你車子又被雪覆蓋住 那種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考慮的地方 就是你喜歡雪 和你要在一個經常有雪的地方 生活是不同的感受 是的 多倫多 你基本上十月十一月 可以下雪到雷雨 還有氣溫 基本上冬天 就是零下十度以下 所以你出行 或者是你出去 很多活動都很難做 這當然是多人多 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當然有些朋友是很喜歡冬的 零下十幾度都無所謂的 溫哥華有甚麼問題呢 溫哥華最大的問題 也是冬天 就是下雨 我經常喜歡這個詞 叫desperate 每天都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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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那種 好像香港打台風那種雨 是陰一點的 但又下水蛇春那麼長 整個星期都下雨 是的 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真的有些研究表明 在冬天的時候 一天到一刻不見陽光 其實是容易產生的屈症 這是真的 有時我都會想 其實與其是這樣 一天到一下落雪 天陰陰 不如一天到一下落雨 不如回到冬岸下雪 但天都算是很光 因為周地都是雪 其實光一點的人 會開朗一點 開心一點 是的 說起落雪 大家就要想起 雖然說多倫多落雪很長 但正因為他們落雪的月份比較多 日子比較長 他們應對雪的能力又強很多 例如市政府對於熔雪 橙雪那些東西 例如大家互橙雪的工具 就會齊全很多 但溫哥華只要落一場雪 即使他落一天或兩天 就會停貨 或是停貨 或是路開不了車 因為這邊的人 應對雪的能力 是非常有限的經驗 所以一打一落雪 整個城市好像就閉下了 對 都會有些交通意外 因為大家通常不會換雪 因為覺得 下一個星期或幾天 沒有這個必要 我記得我和多倫多的朋友分享 我們城市停貨了 你們那邊怎樣 然後他們會覺得 太害怕小怪 你落幾天雪就搞到這樣 如果我們怎麼辦 會有這樣的對話 嗯 講了好的 兩地的夏天都是不錯的 或者是春秋季 我覺得溫哥華不比較優勝 因為溫哥華 每個季節的溫差 其實不太大 例如冬天 大概是零度 如果是春天和秋天 大概是十多度 到夏天 最熱的天 都不會超過30度 基本上我們來了幾年 我想我們覺得要開冷氣的日子 不超過一星期 整年 可能就是八月 可能有一星期 即是熱到上開冷氣 其他日子基本上是不需要冷氣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 簡直就是溫哥華是完勝 因為其實真的不需要冷氣 如果真的有那幾天是特別熱的話 其實你打開窗 已經是很涼爽的 但是多倫多是完全不行 是需要用到冷氣的 我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的狀態 跟溫哥華有些類似 可能一個假期 一個暑假只有七天 或者一兩個星期 是需要開冷氣的 但是現在我聽到朋友說 很多人都會放下冷氣 多倫多會四季分明一點 所以總結來說 溫哥華的氣候會比較好 適應上來說 是溫哥華會舒服很多 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其實很喜歡冬天 很喜歡冬天的一些戶外活動 譬如滑雪 這方面 其實我們溫哥華都不輸蝕 因為只需要開車去一個多小時 就去到一個冬季奧運會的滑雪性地 叫Visler威士拿 其實都可以滿足很多想玩冬季活動的一些朋友的心意 因為講到這個話題 確實想帶來下一個話題 就是去我們的生活 生活來說 多倫多就會比較偏大都市的生活 像香港有點像高樓 都市的生活 例如晚上的生活 多倫多相對自然的活動會少很多 而且多倫多的地勢 都比較平 沒有什麼山景 景色上沒有那麼有層次感 但溫哥華在山邊 也有山景 層次感會有很多 有山有水 而且溫哥華只要去一個小時車程之內 就會去到一些很漂亮的水上景色的湖 或者是一些 如果你喜歡行山的話 有很多海洋的海洋 可以去走 在北溫那邊 變成一個自然環境 如果你喜歡戶口活動 其實溫哥華是會 完全比多倫多 優勝很多 多倫多就比較多 生活比較都市 還有 相對來說 因為城市比較小 華人也會比較集中 你認識新朋友 你住在Richmond 我也是 又或者你住在Bernaby 也不是很遠 半個小時來一定到 但其實在多倫多的話 就會很不同 如果你朋友是住兩個不同的區 你開車分分鐘是半個小時起的 而且每次都要上那條路 那條死人路 一到一刻都會塞車的 所以你就會變成 我 不要說你 我就會覺得 找朋友 算了很遠 即是擇日才去找朋友 這裏就不同 因為今天煮菜煮多了 我就會拿去 15分鐘 拿去給我另一個朋友 所以 我自己會覺得很不同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 群反自己的華人 比較多 Anthony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其實就是城市 因為城市的面積是 兩個是相同一倍的 這個Greater Toronto 是兩倍多 如果比Vancouver 這個面積 即使你住在大溫 你住在Maple Ridge Cocquitlin 和Vancouver 和Richmond 你開車都是一個小時內的 大家的距離是不會太遠的 Cocquitlin 我已經不會去的 我經常去 即使去Cocquitlin 大家和Richmond 都是40分鐘 所以不會太遠 距離不會太遠 但如果你在多倫多 基本上去到哪裏 都是半小時以上的駕駛 還有 Toronto的公共交易 我也不想說 好像沒有 跟香港相比 都挺舊的 我印象中 它那個Subway 是不是叫Subway 我忘記了 都挺舊的 都很害怕的 如果你去到Downdown 那些位置 不知道 我覺得點對點的 多人都是沒有的 基本上我只能夠 我回到出生去 就開車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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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住到Mabel Ridge,我都持有40分钟 大家都容易去社交,容易聚聚 刚刚说到华人社区,多人多会怎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温哥华有很多好东西 我看见我上次回去,两年前,三年前 都回到多人多那一边 其实食物都多了,但始终觉得温哥华比较港式 大家知道九七前,很多很好的厨师都是来温哥华 我认为温哥华多人多,还有其他西餐都挺好吃 但如果你说亚洲的Cuisine,肯定是这边 例如韩餐,日餐,南餐 不知道多仁多的朋友是否合不合 因為我們都幾年沒有回到去 如果有什麼更新大家告訴我 但我很記得韓國人社區 那些韓國餐都很好吃 在多仁多的印象中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日餐 這邊確實會比較新鮮 當然是,海鮮 海鮮的海鮮是比多仁多的好 但有些西餐都很好 我亦不會說多仁多不好 但相對來說,譬如唐餐 或是吃水餐 就是韓國華館的好很多 最後我們會說一說生活節奏 我們會輕輕地說一說樓價 兩月兩地的差距 生活節奏 韓國華館肯定是慢一點的 而且你在交通上省的時間 已經可以令到你做很多事情 譬如你簡單一點 你在多仁多 你回去單攤上班 你來回可能要一個多兩個小時的交通時間 第一 但你在溫哥華館 我們說我們每天上班是15分鐘 兩程是半個小時 其實你已經可以省很多時間做很多事情 我們比較幸福 我們的辦公室 不是在單攤上班 就算你去單攤上班 你單程的路 你只有半個小時 當然你不會想駕駛進單攤的 但你坐Skytrain 你在哪裏坐Skytrain 你也是30分鐘 半個小時 你進到單攤的 很多人始終都市少少的感覺 所以生活節奏會快一點 當然大家在香港來 我們都知道 香港是全世界最快的 我們剛剛來到的人都不太適應 但好像四點幾天下班 當時有點不習慣 最後說到樓價 樓價 其實很明顯是多人多贏的 多人多 首先 如果你經常打工 平常的薪金是高一點的 而且樓價又便宜一點 租樓就差不多 比如說兩座房子 如果你是普通的座房子 都是兩千到兩千二三元 視乎你的位置 但如果你說的座房子 都是兩千元樓下 兩個地方租樓不會差很遠 但是如果你買樓 WANGUA肯定是貴一點的 尤其是獨立屋 大家知道溫哥華 100萬買不到獨立屋 150萬 可能買到一間 不可以 起碼都150萬 除非你去到 去遠一點買 如果不是一般來說 你在Vancouver、Richmond 100萬買不到獨立屋 但多人多 似乎都還可以 100萬多 起碼還可以買到 比較不錯的房子 所以樓價方面 肯定是多人多贏的 今天就講完 多人多、溫哥華 如果大家對這兩個城市 有什麼問題 自己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給我們 記得subscribe、like 和share 我們這個頻道 好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